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次邀请场外的嘉宾尽快入场入食就送 上午会议的下半部分即将呈现 谢谢 谢谢 其實前面都是 前面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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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进行的里面所有的技术 都会符合一个条件 一定是绿化 国际绿化的设备 国际绿化的设施 要保重这一点 第二我们要在这里面设立 国际绿色教育机构 因为我们国际组织 刚才说了 各领域的人亦 产品也好 领域也好 技术也好 都要经过我们专业的评讯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教育机构当中 我们设立 第一个是国际特殊安保大学 然后是国际绿色 资格认证的教育机构 包括我们的讲堂 也就是说 所有的培训机构 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各领域国际活动的 教育机构及教室 还有我们各领域 现场实习的场所 和我们的训练场地 都在我们这个叫 国际绿色教育机构当中 去实现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 我们会在这里面设立酒店 这个酒店当中 我们普通 除了住宿的酒店以外 我们有露天的休息时 还有我们的商务时 最重要的是 因为国际组织 里面具有各个国家的自助餐 任何国家的人 到我们的酒店来 都能吃到你家乡的味道 所以这是自助餐的一个 各个国家 风味的自助餐 当然还有餐厅 最重要的是 我们酒店里面 有这个名品馆 用我们国内的话来 叫奢侈品馆 奢侈品 奢侈品 大家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一 它的质量 价格 对吧 虽然是很高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 产量 低 收益当 这么一个特点 这样的话 对我们 使用产品的人来说 能体现出它的身份 所以我们也叫名品馆 也叫奢侈品馆 在这个酒店当中 不管都可以去实现它 还有我们就是 国际绿色综合文化主席 在这里面 我们 首先 第一条是做什么呢 比如说在南方 这个建筑物 就做成我们这个当地地区的什么呀 地标的 地标的一个展现 南方风格的建筑物 北方风格的建筑物 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就是指 以各地区特色建筑设计 来完成 以作为当地的地标来体现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健康 这个产业层呢 这个叫绿色产业层 我们自然而然也就 达到我们 一个是宣传的目的 最重要是 能达到那个 我们要求的那个标准 然后第二是 这个IOWGCA 技术商品展示与销售 也是在这个 中文化中心来体现 包括这里面会有电影院 音乐欣赏时 室内高尔夫酒厂等等 还有我们的 治愈文化体验馆 治愈文化就是指 绿色的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 这个使用这个治愈 身体疾病的种方法 它的体验馆 包括我们的购物中心 然后有这个特殊经营的 什么样 这个地区 经营店 特殊经营店 包括我们其他文化 这个产业 我们中国就像中国来说 有56个民族 把56个民族 都在封的特点 都会用这种 什么样 绿色的中文化中心 这个场所 来向全世界进行 什么样 宣传 这个叫广告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理解 这个绿色 对我们人类的 第五是我们 我们在这里要建设绿色户外 文化空间 这里包括 这个大家这个 用红色标的看到了 公园 室外演出场 人工湖 休闲 运动 包括 我们在这里边呢 下面 下面大家看一下 这个特制 就是特殊技术的 什么大棚 包括种植的蔬菜 挖火 对吧 包括饮用的这个酒店里面 这个 饮用的这些什么样 场所都可以用 国际绿色研究 测试 包括我们这个空气大棚 包括我们各种 先进技术的 事业场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 室外空间里面 可以体现出来 第七 从这边呢 开始进入到 大家看这上面 叫一级安保测试 我们这些技术呢 在世界上也是 缺无仅有 所以一旦 它有了这个技术以后 它那个整个 企业的范面链 都是属于什么样 是一级安保状态的 不能随便进出的 这种状态 那看一下 第一个叫 清洁能源开发区 下面这个设备呢 是利用水减 水分解的 用水分解的方式 把我们的垃圾 变成能量 把我们的人们 使用的生活垃圾 工业垃圾 变成能量 再提供我们的人们 在这里看一点什么呢 利用水减技术 把飞气资源 转换为什么样 我们可以自行 在这个 绿色城市之内 自己给自己提供能源 自己给自己提供能源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垃圾处理 可以供我们这个产业层 的所有的能源使用 在这里看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把垃圾 当中 氢体内出来 和碳元素体内出来 氢和碳的体内出来以后 垃圾大家都知道 本来是别人人掉的 我们又不便把它转换成什么呀 人们能使用的资源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 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有这种移动的 它可以把垃圾变成这个什么能量 还有是清醒移动的垃圾处理器 它可以把垃圾处理以后 转换 就烧 焚烧以后的热量 转换成我们热量使用 比如说 暖气 热水 等等 我们都可以采用 把这些处理垃圾的热量 我们可以转换成热的 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体 作用是什么呢 把人们废弃的垃圾 给它变成什么呀 人们使用的绿色的能量 能源 在这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整个我们做的一个原理 我们把垃圾 投入到我们的设备当中以后 然后用水处理以后 把垃圾的能源 一氧化碳 氢给它提炼出来以后 剩下的杂质 剩下的杂质可以变成燃料 肥料 还有饰料 剩下的垃圾杂质 还能变成能源 然后提炼出来的能量呢 它可以 供我们什么样 能源发电 包括氢产业学 就不用说了 对吧 用氢做成能量以后 可以做成很多的 被人们使用的 这些 还是要把垃圾权 考栃圆 还是能量 用水 比如说 因为我们下注 下注 感谢观看